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VG 預開箱的家插環節 畫面已經插著了一張 Inno 3D GeForce GTX 780 顯示卡 我們同場會有一個示範就是最近推出的 Metro 203 續集 Metro Last Night 的 Demo 大家現在看到遊戲畫面 我們先去Option給大家看 我們就已經設定到儘量設定到最高 我們看完設定了,我們就打一個範圍來試試 好,大家可以留意左上角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一個數字,其實它就代表著現在運行的格數 好,玩之前我設定好畫面給大家看一看 好,由於這個遊戲暫時不對應這個 Open Broadcaster 所以我就會用一個錄片的方式,比較迂迴的方式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就算現在開到最高畫面 其實那個格數都有30格以上 其實就這樣玩是相對順暢的 好,我們現在就會開門進去另一個地方 我們會上回地面的 這個遊戲就說到 好,我們拉鍵 開回路站 好,我們就沿著樓梯上去 有很多屍體在這裡 好,我已經看到門了 大家看到那個人的質感做得非常逼真 好,我們去左邊 誒,有怪 好,我們就 說回遊戲的背景 其實MATRO本身是一個核戰後的世界 說著地面就是因為一個很嚴重的核輻射污染 令到它變種怪獸 所以我們就要上地面調查 好,我們要戴一個面具 防止這個輻射層直接吸入身體 好,我們爬上去 好,我們爬上去 距離這個戰鬥的場景 還要走多一點 如果大家想在這個戰鬥遊戲 就等一會 大家看到樓梯附近有很多 騰子 都關門了 其實他們也有一個密度很高的圖片 在這裡 好,這就是地面的世界 好,我們去一個入口 先拍照 這就是地面的封面 就把面罩都摸髒 我們就要按這個G 然後把它抹乾淨 他會爬上去掩護我,我就去一枝弓和怪獸單挑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怪獸飛來飛去 水也會有污染,我們又要把它擦乾淨 這隻開始是戰鬥畫面,然後下去吧 大家可以看到,又開始有怪獸 錄片來打,所以反應就沒那麼快 我相對喜歡用單發,威力大一點的槍 左邊還有 好,還有兩隻 好,這樣就打完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作戰場景都相對順 如果是其他卡,基本上可能用這個設定是不能走到 好,進去左邊 好了,我們這次的展示,大致上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遊戲玩的環節 我們遲些可能會用Capture卡錄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收看